大家好,我是龙女之声 没想到吧,我居然在今天更新视频 一般情况下,一个周光UP主如果突然更新了一个视频 那么一般只有两种可能 一,这是一个生活剧视频 二,这是一个恰饭视频 但是我不一样,恰饭是不可能恰饭的 因为根本恰不到 这个视频的确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严肃型科普视频 本期我们要说的物种,是一个很特殊的物种 看着哥们的外形,的确很有特色 常常的猪鼻子加兔耳刀 而且还天天裸奔 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土屯 在非洲一些语言,叫做土屯 这是出奇的意见统一啊 有人可能会奇问,这动物为啥单独做一期视频 是不是收到了什么好处呢 当然不是,因为土屯鼠只有一种物种 而土屯科也只有一个土屯鼠 土屯科又是管齿木唯一的一个科 也就是说这个视频我一下子介绍了一个木 还是蛮厚道的 如果非要给土屯找亲戚的话 也不是没有的 它和大象、海牛都属于非洲的种木 简单来说呢,就是很久以前都在非洲大陆生存的本土物种了 它也只生活在萨哈拉引南的非洲 它既不是猎狮者,也不是草狮者 而是特殊的蚂蚁猎狮 和Trader小手的穿三甲大尾巴的四级兽生产文一样 它和这两者有类似的地方 比如大尾巴、驼背和长长的纹布 它的牙齿也有退化 土屯刚出动的时候有门齿和拳齿 但是成年之后就只剩前旧齿和旧齿 而且没有牙游字 毕竟吃蚂蚁不需要那么好的牙口 但是在自然界,个人有个人的难处 蚂蚁好对付,但是不好找 每天晚上,土屯就凭借名人的嗅觉 呈Z字形,在30米宽的路径上 寻找蚂蚁和其他虫子 一晚上能走适当30公里 为了挖开蚁穴 它的指甲非常厚实 是提非提,是爪非爪 挖开洞穴之后 就把长长的嘴射入蚁穴当中 用长长30厘米的舌头舔死蚂蚁 它的鼻孔之为了长得很多毛发 这样防毒面剧一样可以过滤尘土 每天晚上,土屯就能吃掉5万只蚂蚁 听起来虽然多 但是看看每天走那么远 而是它的体重能有40-65千克 它能吃饱吗 其实还真不能 所以土屯的技术体温仅仅只有34.25度 这个低体温的特点 很多次马里的动物都有 比如大狮一瘦 体温才32度 穿上甲31-35度 而土屯还是要高那么一点的 它的牙齿没有像其他两位那样完全退化掉 给自己留了一点选择的余地 除了吃虫之外 它也吃用掉了赤狗瓜的葫芦克植物 像黄瓜呀西瓜呀都是葫芦克的 赤狗瓜也是唯一果子长在地下的葫芦克植物 而土屯也是这种植物的唯一传播者 一个生物想要生人下去 除了自己要吃饭 还要不能被吃掉 大死一兽有聚料 穿上甲有防御 而土屯穷得连头发都没有 所以土屯保命的办法 除了晚上出来活动外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挖洞 要是挖洞 没什么了不起的 不过土屯挖洞的速度 可以说是秒杀一切物种了 5分钟就能挖洞一米 它平时居住的洞穴 有13米自长 而且经常改变洞穴的结构 毕竟自己家的房子 很多动物都是精雕细琢 它的土屯不一样 它挖的洞穴 多则一个月 少则四五天 土屯就要换地方住 有时候出趟远门 害怕被偷袭 也会挖一个离死性的洞穴 所以在飞洞大草原上 到处都是土屯挖的洞穴 虽然对于土屯来说 洞穴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对于其他动物来说 这个洞穴可以说是 这档立志夺避敌害的宝地 像前面的飞洞穴犬 猎狗繁殖的时候 都会依赖土屯的洞穴 某些地区游住的数量 也和洞穴数量有关 豪猪 鳞猫 土狼 狐狼 大耳狐 甚至蜥蜴 蛇 容易受到人类的影响 很多地区的土屯数量 也有所减少 总之呢 希望管齿木的唯一活动 能够生生不息 继续为飞洞大陆的动物 解决住房问题吧 我是龙女之声 喜欢的别忘了三连加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